这是宁典的言之有理,请慢用 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让你深有同感 父母会说养什么花,养花能吃吗 那不如种菜,甚至是种树才是你爸妈关心的正经事 虽然有的时候年轻人也会在蚂蚁森林里面天天收能量 也会看着长大的树苗露出姨母般的笑容 但是有钱也有闲的爸妈却动起了真格的 买一栋带小院子的远郊房子可能已经成为当代成功人士 退休时候的必需品 每逢周末的时候,他们从城市里面驱车百公里 不辞辛苦来到远郊的小院 矿泉水浇地,保时节拉肥 他们修着泥土的芬芳 为那几棵才长到膝盖的树苗千长挂肚 什么功名利路啊,都是过眼云烟 如今这小菜园才是他们的宝贝疙瘩 爸妈最大的得意就是招待宾客的时候 能够满心自豪的去院子里面摘个南瓜 搁点小油菜,做顿农家饭 然后骄傲万分地说上一句 自家种的,特别健康 毫无疑问,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之外 能拥有一个生机傲然的菜园子 它是一种低调的炫耀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面 众多渴望种菜自由的爸妈们 可以说是见缝插针的创造条件 比如说有一些栏杆上挂上框就可以种 还有就是塑料瓶子肚里面 割个口,买点土也能种 有阳台的咱们就种阳台 没有阳台的在天台上种 再不计,对吧 还有窗台 但凡他们种下一盆 你相信他们一定会种下一万盆 什么泡沫包装箱,种点韭菜 花盆再点辣椒 塑料饭盒可以发点豆芽 烟灰缸里可以泡点大蒜 可乐罐里能够种上大葱 平时做饭的时候 冷不丁的可能就会来上一句 说孩子去阳台那蓝色花盆那边 去割点韭菜 旁边再掐点葱 快点啊,咱们包点饺子 这种自给自足的乐趣 鼓舞着他们对于菜地倾注更多的感情 新情报我们视频上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新闻 说杭州56岁的叶大伯 因为前女友汪大妈不归还电瓶车 一气之下 拔光了他菜地里的菜 54岁的汪大妈随后就报了警 根据了解呢 两人2013年的时候相识 热恋期的叶大伯送汪大妈一个电瓶车 价值3000块钱 分手之后呢 叶大伯不甘心索要电瓶车 于是呢 就发生了拔光菜园子这样一种事情 不得不说啊 爸妈对于种菜一事呢 是偶心立血的程度之深 也注定了他们期待丰收时能摘个大的 他们对于一株不结果子的草莓秧的那个叹气啊 他的这种恨铁不成钢的程度 一点也不亚于对于找不到对象的你 还有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 爸妈退休了之后 喜欢种菜之后啊 中央七套的这个农广天地 就晋升为老爸最爱的节目 他再也不催婚了 每天就专心琢磨 怎么样才能种出好果子好菜 咱也不求大富大贵啊 就希望我这片菜地能够果蔬满堂 中国人其实对于土地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 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吃两口自己种的菜 本能也好 天赋也罢 只要有土地就一定能够种点什么 种菜这项技能已经刻在了中国人的骨子里 古人被贬或者是隐居啊 大多都会找一个地方种菜 比如说刘备投靠曹操 钻进菜园里韬光养晦 综艺向往的生活呢 请来黄磊还有这个何炯等大明星 都送到田里面去插秧 有一些呢 去陪孩子到国外去读书的父母 也可以把校园里的荒地开墾成菜园 还得到了校方的肥料支持 据说呢 在洛杉矶的居民区里面 要想快速的分辨这个住户呢 是否是中国人 就看他的院子是花园 还是菜地 去非洲考察援建的中国人 除了完成本职工作 离开的时候 也能留下一片菜园 中国维和部队的种菜兴趣小组 自己种菜改善伙食 当时呢 有军来中国军营 学种菜 甚至成为一种流行时尚 不少老外试图向中国人学习 这门来自东方的神秘技巧 但是失败的现实告诉他们 这门手艺 经验与天赋缺一不可 最终呢 他们只好帮着除草施肥 希望能够换几个刚摘的新鲜西红柿 无论是雪域还是沙漠 中国人都能开垦出菜园 即使是在世界的尽头南极 中国科考队还搭建了温氏大棚 种出了蔬菜来涮火锅 虽然现在呢 你有可能是一个命硬刻花 种啥死啥的年轻人 但是请你坚信这样一点 天赋就是一项刻在你骨子里面 但是尚未发掘的技能 要想生活过得去 就得脚下多点绿 当第一盆绿萝在你手中幸存 那么距离你养出一个大排菜 可能也不远了 再怎么说 你在忘记晾干的拖把上 可能还可以种出蘑菇呢 对不对 对不对